今天进行的中超的比赛吧 那么在今天晚上刚刚结束的中超比赛当中的主场作战的北京国安队是凭借着徐亮的今天调射最终是1比0战胜了来访的大连时德 北京国安队呢也终于是止住了连败的颓势 连赛三连败加上足协杯出局让北京国安队的主帅帕切科背负上了不小的压力 本轮主场迎战势头正猛的大连时德 玉林军继续一场胜利来鼓舞士气走出低谷 第七分钟大连时德队边路打出精妙配合 内切禁区的朱挺回传中路 马丁摆脱了马继齐的防守后竞射 皮球被补防的周挺挡出底线 国安队逃出一劫 第十六分钟徐亮直塞禁区 调城闪开防守后低射 完成了国安队本场的第一角射门 可惜没有什么威胁 国祖主帅卡马乔也来到了工人体育场观看这场比赛 第31分钟国安队打出了流畅的前场配合 调城调传禁区 少加一头球百度 张锡哲零轰抽射 可惜的是皮球打在了门将张冲的头上 错失得分良机 上半场捕食阶段 国安队门前显向还生 如果不是杨志身受敏捷的话 国安队的城池可能就此宣告失守 半场结束 双方0比0互交白卷 一滴再战第58分钟 格隆在角球区内强断成功 随后突入禁区小角度射门 皮球被张冲挡出底线 8分钟后 石德队门将出击出现失误 不过替补上场的王小龙也没有能够掌握好脚法 他的调射直接高出了衡量 第69分钟 徐亮挑传禁区 无人防守的卡努特推射远角度手 但是助理裁判是以越位在先 进球无效 但是慢镜头显示 这明显是助理裁判的一个错怕 仅仅5分钟之后 国安队的不懈努力终于收到了成效 徐亮中线附近的远程调射直窜石德队的球门 62米的距离 甚至比当年贝克汉姆的成名进球还要远 徐克汉姆的美誉 名副其实 最终国安队凭借着徐亮的这期世界波 1比0赢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同时也结束了尴尬的连赛三连败 以前也打过 就是有时候打不正 有时候打不起来 今天运气好 打起来了 进了 你出脚的时候 直到头可以进吗 这么远 出脚的时候没觉得 不知道守门员往不往会退 但是守门员一看就是没看出来 我要射门 所以他退完了 退完了 那就容易进 现在技术环节已经不重要了 我们能赢一场 把这个星期晚上提一提最重要 学量还是挺低调的